小姐姐独物正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泪鱼乐子人 哈妹 我是小黑 跟大家承诺的 真唱名唱面 耳点音爱乐 看来大家不仅喜欢歌手们 唱的好听 也爱看他们 真唱时出的那些乐子 所以我们又给大家盘了一波 咱们继续来鉴赏 演唱会 综艺里那些live时 发生的搞笑事件 你说谁那么不像我这个 我们的第一part 只望词 都说歌手可以没有伴奏 但不能没有提词器 比如张杰啊 有歌他是真唱 有词他也是真旺 当年的张杰旺词 还会不好意思 如今他成长了 虽然张杰忘了怎么唱 但是没关系 他的粉丝会一句一句教他唱 对此张杰表示非常感激啊 所以他在自己唱的时候 也通过歌词 向台下的粉丝们表达了自己的美好祝愿 我的天空 因为有你不灭 爱了很久 你一定会分开 听我说谢谢你 还有MIC 时至今日我们人未知道 武智儿犯了什么错 之前我们聊过 那凌花旺词 其实吧 争议也旺词 一缕阳光把星照亮 我的梦想为你披红妆 一缕天光帐我情报 用我的天光为你挺好 我只有四句 全部不怕的 这二位默契的不仅是旺词 再给对方挖坑这件事上 也绝对是专业级别的 连翻车都能翻个一模一样 再过年完美传说 在你路见不了我 我全天的海人 不是啊 你俩这歌怎么记得 还没有我们这些观众鼠啊 哇 挖灯给我 桌起抢卖呀 凤凰传奇的粉丝抢卖 是来真的 别的演唱会没外卖 八季三只荧光棒 凤凰传奇演唱会外卖的是 歌词本 粉丝们在台下纵情高歌 于是曾益和林花这两位 全场最闲的人开始伴舞 花了六百八自己唱了六百 剩下八十听了一曲山河土 除开伴舞 他们还要帮粉丝辟谣 起因是凤凰传奇 五月四号 鸟潮演唱会的现场视频 被外地粉丝嘲笑 说合唱声音不够大 荧光棒 鸟的不够齐 冤枉啊 虽然不晓得怎么回事 反正 凤凰传奇观众被质疑假唱 这个词条惹搜啦 为了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 凤凰传奇已经开始给观众 写准备麦克风了 怎么了 主唱不配拥有一个麦克风吗 其实我觉得一个可能不够 怎么得下面的人都得一人一个吧 但凤凰传奇的麦克风也不能随便拿 不然就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要说歌手和歌迷之间的闹嘴啦 可真的多道报 先由李玉刚眼张会被截化头后 由陆虎伤眼被吓出即兴 我在这儿 大眼睛 歌迷别丢了你的勇敢 但其中最好笑的还得是蔡依琳跟她的粉丝 蔡依琳有首歌叫特务杰 有一次她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 有个粉丝在下面给她献藏填词 而蔡依琳经过多年的历练 已经可以从最开始的绷不住 发展到现在的主动地麦啦 特务杰可以 那你们那个啊啊可以啊啊 类似的情况去年黄岐山也遇到了 下面请示娶黄岐山导师写手粉丝 为大家带来的最新单群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戴佩妮 去年又有粉丝在音乐节上 接唱怎样了 我说你们戴佩妮的粉丝是真的有点的东西 我知道你没有错 今天的你也很辛苦 看完歌手和粉丝 再让我们看看那些歌手和歌手之间的故事 之前弹幕里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好 唱歌好的人组在一起 效果也不一定好 拜托石毕竟这件事苏醒特别有发言权 还有吴振宇前两天去陈楚生的演唱会当嘉宾 一首《友情岁月》给两人唱的那叫一个冰黄马乱 以此同时鼓手选择了摆烂 听我说谢谢你 以上这两位呢姑且只是出了一点点节奏上的问题 歌呢还是那个歌 但还有位朋友能从根源上摧毁原唱的精神状态 他就是戴泽宇 这位的特色是可以把所有的歌唱成山歌 阿道来了都得去甜女茶粮母 这部珠水已经上山头跟人对唱去了 看过天空尖头的角落 在角落 在角落 在那个角落 不过以上这些场面在小镜头面前还是撒撒嘴啦 人家去年中秋节和单依纯隔空对唱 硬是给单依纯那边唱下雨了 不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观众以为那个雨似屏幕特效啊 结果三一村真的回复到 本来大家以为是效果 然后结果居然是真的 结果是真的 说实话我本人也是出场很奇迹 很难不怀疑萧静诚 是在抱三一村学他唱歌的私宠 听过吗 萧静诚老师的 十万圈圆缺到海藏英雄 结果 结果 我觉得整个状态还能很及时的 最后让我们进入本场压轴环节 人间百零了 众所周知 类语的大型晚会 really sometimes always 会为了播出效果 采取一些科技手段 但江苏卫视硬是顶着压力 给观众带来了一个原汁原味 在大逆天的争唱舞台 还有曹恩吉的下个路口见 李宇春来了都不敢收版权费 能够给我个原声吗 东西山鱼 李世帕里 手与鸡 你听 几点几 有 最后让我们进入 赖着这永远的神 三人菲罗海之 我有我的羊 你让我路过 想听你的路过 守死我怀疑 我有我的羊 没遇到 被随我荡漾 只可以一眼 只可以我 台湾有自己的Lessrofim 好了我们的真唱名场面2.0 就先盘到这里了 还是那句话 我喜欢听歌手们唱好听的歌 也喜欢看他们唱歌 是因为意外出现的神机救场 或者神经乐子 如果这期视频有给你带来快乐的话 就多多收支给我们一个三连吧 演唱会许愿强 我们还是在这里给大家放一个 上次有没有许愿成功的朋友啊 有的话在弹幕里告诉我们一下呗 我是累于乐子人很美 我是小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